台湾省高雄前镇9月10日深夜,爆出一起骇人的杀妇命案,46岁洪某一次不堪遭丈夫丁某家暴,在今年6月吃刀杀妇后,虎童,24岁儿子,将尸体藏在冰柜中。 事后,洪某通报丈夫失踪,引起警方怀疑,警方寻宪到镇东一街租屋处调查,不料竟在一楼冰柜赫然发现一具被棉被包裹的男尸。 根据警方调查,洪某与47岁丁某,婚后育有三男一女,平时在菜市场卖寿司,但丁某长期对妻子小孩家暴,家房中心互报后,警察会不定时上门关心,因而与一家人渐渐熟人。 今年7月2日,洪某向警方报案,指丈夫无故失踪,警方获报后,展开深入追查,多次上门查访吴国,但却意外发现洪某神情有益,说辞闪烁,似乎另有隐情。 9月10日晚间,警方再度上门询问,意外突破洪某新房,在其住处一楼冰柜中找到冰某遗体,但果实的棉被与血迹等,牢牢冻在冰柜,无法翻开分离,因此只能将涉案母子先行带回所内。 洪某共称,丈夫今年6月4日再度施暴,还拿出开山刀做事挥砍,他当下夺刀反杀。 24岁大儿子发现后,先协助他将尸体藏到一楼冰柜,再将凶器丢到前镇河里,没想到这一藏93个月,邻居也透露,死者曾分到4000多万台币,约人民币近900万元家产,但是很快将钱败光,还在外线下300万台币,约人民币近67万元债务,成为了这次夫,七口角的刀火线,不料却意外酿成人伦悲剧。 另外,丁某曾在2016年11月,殴打为成年的小儿子,因而被同报家房中心,但红富并未申请保护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